苹果粉期待已久的春季发表会终于释出了最新的邀请函 时间定在台湾时间3月9号凌晨2点钟 在苹果总部的贾博斯剧院以线上转播的方式进行 网络上盛传即将亮相的Mac电脑 可能会是新的miniLED iMac或者是Mac mini 在手机的部分则可能有入门款的iPhone SE 3 计划成为苹果最好入手的5G iPhone 大大的苹果logo印着Peak Performance的字样 似乎正在宣示将有强大性的产品亮相 苹果春季发表会即将在美西时间3月8号上午10点钟举行 也就是台湾时间3月9号凌晨2点 外传将会有新款的miniLED iMac 或者是M2晶片版本的MacBook 不过让国粉们更加期待的是5G版的iPhone SE 你也会有这些美好的规定器材料 我们期待全新的内容 包括新的iPhone SE 3 内容和5G的接触性 Apple仍在这位最便宜的5G iPhone 根据国外科技频道推估 新款的iPhone SE 3外观差异并不大 但是处理器将是一大亮点 价格落在美金399元 大约是台币1万元出头 被视为是拓展5G手机的一大利器 新机将会去除后见 并且增加刘海的外貌 看起来会和iPhone XR有点类似 今年全球的智慧手机大概会呈现一个 缓步复苏的一个力道 那在整个市场区别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新兴市场 仍然是相对比较具有成长动能的一个市场 所以为了要去拓展新兴市场的一个市占率 各家手机品牌必须要 在这个中阶手机的这个产品线上面 有一些亮点 台经院专家分析 2022年智慧手机市场将会是中阶机种的天下 另一家机构Transforce也调查 在全球经济活动逐渐回归正轨的预期之下 智慧型手机仰赖周期性的换机 以及新兴国家的新增需求带动 预估全年的生产量将会达到13.86亿只 年生长率大约有3.8% 目前整体的智慧手机市场 由三星拿到20%市占居冠 苹果18%排名第二 iPhone SE 3能否获得新兴市场的青睐 将攸关着苹果的市占率 是否能够超越三星 记者林思雨 乔大龙 台北报道